听这个企业培训课讲师上来就一句话,紧紧把人抓住 要想成功,要不就是绝对的善,要不就是绝对的恶 你要是做不到,你就别想谈成功这件事 杀伐决断,你就不够杀伐决断 你显得摇摆,你不够特立独行 你没有领导魅力 我要是听这样子的企业培训课 我听到开头,我就想家宝就走样的退我钱 我就走掉了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立体前面一立 它要不就是个宗教语言,要不就是个恋爱语言 它不是一个企业培训课程,管理课程 企业管理课程,我觉得应该是那些个枯燥无聊的 那些个数字,那些个图表 那些个所谓的像研发手机一样的那些个的东西 都是理性的 理性就是充满了这个缺口 那都没缺口的东西啊 没缺口的东西不就一边是谈恋爱 这个可以大成功的 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吧,这个如果自我能力不够强的时候 这个不管是谈恋爱型的高企业,还是宗教型的高企业 我都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我怕我的钱被他逃跑了 我还是愿意低一点的起步 还是这个理性的好一点点 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 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 这都从哪里说起啊 成功这个东西就让我有点怀疑 这个成功这个事儿 如果没有这个成功的概念,这个标准,这个目标,这条线 那当然是不行的 我觉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应该要有一个成功和不成功的这个东西 你没有这个东西,那个企业的效忌都没办法谈了 它只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是个工具性的 对于人的整体生命的成功不成功的这个判断呢 就让人惶恐了 我觉得只有你的信仰能判断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人 我对别的任何的人,他的生命是不是成功 我都无从判断起 我只能拼命的判断我自己的 假如我爱真理,我就问真理,我生命成功吗 假如我爱上帝,我就问上帝,我的生命是个成功的吗 我爱佛陀,我就会问佛祖,我的生命是个成功的吗 明显的这个是个彼岸的概念嘛,你还没死了嘛 那个上帝,佛陀都不会回答给你啊 上帝会,佛陀会批评你 说你前面这些个你不好,你修正了以后你就成功 你完美的生命了 它是个彼岸的,就是死了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才有这样一个成功不成功的判断了 我贸然的去评判别人的生命成功不成功 那不是对别人的尊严的践踏吗 我又不知道人家信仰的是肉体啊 信仰的是这个佛祖啊 信仰的是石头啊 信仰的是鸡蛋啊 信仰是大树啊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能替代他那个信仰物来判断他的那个生命去呢 我判断不了嘛 我连家人我都判断不了 甚至我连我自己都判断不了 啊,我要听从我信仰的,假如我信仰我自己,那行了,我随时判断我自己 啊,啊,等等吧 这些个,啊,这个理解和概念吧 啊,那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这都是这个 可能人,凡人是无法企及到的,达不到的 啊,他其实就是那句话 啊,有一个人发明了那句话 啊,就是啊,忠诚的不绝对,就是绝对的不忠诚 这句话伤害人挺大的 你孝正谁谁都有问题啊 你说你当老板了,你跟你的员工讲这套东西 那些员工都成教徒了 因为没有人做的刀嘛 忠诚的不绝对,绝对的不忠诚 这是住人心,住人心的 教主可能是可以说这样的话 啊,你信奉的这个人是你的教主 然后你面对你的教主的时候 你的教主告诉你,你对我这忠诚的不绝对 就是绝对的不忠诚 陈世间啊,这个凡世间 这个俗人间,这个经济理性社会 哪有这套东西,没有这套东西呢 啊,这个是恋爱的话 恋爱如果没有边界,很容易就死人 啊,宗教如果没有边界,那就是所谓的政教合议的社会 人人都喜欢那样的纯净干净的社会 可是没人愿意那里去啊 比方说IS,比如说塔利班,都是追求这样的社会 有几个人移民说到IS那里去的 有几个,可能也有 都是那些个所谓的我们说是极端分子 啊,和几乎都约等于犯罪分子的那种概念 啊,有几个人说要移民到塔利班那里去的 不都是喜欢到那个极端的那种世俗社会那里去吗 啊,就是极端的世俗社会 又极端的,当然它没有达到 啊,又极端的那种宗教社会 都是人向往的 极端的宗教社会就是允许信仰自由 啊,你信仰基带也行 信仰失落也行 啊,你信仰大树也行 不被人耻笑 啊,你信仰上帝也行 信仰佛祖也行 信仰佛祖的,信仰上帝的分歧也很大 啊,他说你信的不对 应该这样信 那个说你那样信不对 应该这样信 人都喜欢这样 啊,就是一端是信仰极度的自由 追求啊 没有办法达到 说这个社会已经 当时下达到了这样子 全是彼岸的概念 因此要听 这个企业培训课程 这个家伙一开头就讲 啊,所谓的啊 要想成功 你要不极端的就是丑陋 暴力 要不就极端的啊 这个善良 温柔 那到底是讲善恶呢 还是讲所谓的手段呢 所谓的全素式呢 这个全素式是三个思想流派 就是法家的 啊,就是讲什么 啊,就是什么 什么商鞅了 什么这个,什么 全素式那一套的东西了 手段,这些个东西了 有人说这个是没有比这个更邪恶的一个思想源头